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林冠宁呢 今天早上和拉大校友总会会长叶国皇等人 在龙雪华堂召开记者会的时候呢 宣布这件事情 林冠宁他有一句名言 就是西蒙政府讲到做到钱马上到 11月中旬的时候宣布拉大获得3000万令吉的拨垮 那么之后呢 就增加1000万到4000万令吉 之后呢 不过这笔钱呢 不是直接给拉曼 而是给拉曼校友总会成立的基金会 一个月以内这笔钱来了 而且也举办了简单隆重 而且意义深远的记者会 移交4000万令吉的过账记录给基金会 出席者除了有多名行动党的全国级领袖 以及基金会的成员之外呢 财政部的全国预算案办公室主任 Johan Merken也出席以及进行这项移交仪式 这就非常有意思 也非常特别以及罕见 因为通常这些仪式呢 都是由部长亲自主持和移交 这次呢 改成由官员来进行移交 而部长呢 则是见证 这笔款项这个移交记录呢 是交给基金会的新任主席 陈泽雀 他也是拉大的前校长 那与此同时呢 叶国皇也在记者会上 公布了信托基金会的成员 还有呢 就是信托委员局的名单 他就宣布呢 基金会的信托委员局呢 将会有9名的代表 涵盖了6名的独立人士 还有3名的非独立人士 那主席呢 就是独立人士的代表 也就是前拉大校长刚刚有提到的陈泽雀 那独立代表呢 除了有陈泽雀之外呢 还有林伟才 吴明庄 黄美锦 还有呢 上代委任的一名财政部的代表 以及一名学生代表 那至于呢 非独立代表呢 目前则有叶国华 还有就是校友总会熟理主席曾华健 那未来呢 将会再委任另外一人 拉曼拨款的课题已经被高度政治化了 浪费许多不必要的时间 还有这个精力 让不同的人卷入这一场争议当中 大家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支持火箭 支持马华的人士都有 但是这个课题已经消耗了许多华社的资源 还有晋升 这种没有意义的内耗呢 看在其他族群的眼中很难理解 为何会出现这一种大专交易拨款的争议呢 一切都是政治因素 不管是政教分离的理由 还是政治报复的解释 我接触到的一些朋友呢 其实他们都已经厌倦了 只希望一切都能够尽快的平静 恢复之前的情况 那么他们有个重点 就是如果不能变得更好的话 至少不能变得更差 那叶国皇就强调 委员局成员呢 除了是一些具有丰富经验的专业人士 更重要的就是他们的一个独立的性质 他跟曾华健两个人呢 并列非独立的代表呢 是因为呢 他们乃是校友总会的主席 还有熟立主席 同时呢 也是身兼基金会的一个创办人 那叶国皇就说 以上的成员名单呢 将会依法规 重交给公司的注册机构 SSM寻求批准 林冠英他同时他也说了 拨款呢 就证明政府无意关闭 或政治干预 拉大 只希望将这一笔公堂呢 能够跟政党脱钩 不要有政党来控制教育机构 确保学生能够真正受惠 而这笔款项呢 高过2017年 以及2018年 国政拨给拉曼的款项 数目增加了 这是进步 但是不需要抖太大的这个圈子 教育 不管是小学 中学 还是大专 都是华社非常关注 以及在意的议题 一旦搞砸了之后呢 政客 还有他们所属的政党 就必须付出惨痛的代价 那另外西蒙政府呢 为这笔拨款呢 设定的一个职权范围条款 其实跟前朝政府所设定的呢 是相似的 也就是拉大呢 不应该跟任何的政党有所挂钩 不过呢 林冠宁就有指出啊 前朝政府呢 从未遵守这份条款 因为马华不愿放弃 对拉大的一个政治的控制 他就被问到说 身为财长的你啊 是否需要呢 在明年国会三月付会的时候呢 提成附加供应法令呢 追加这一笔四千万令吉的拨款 他就很简单的回应说 明年的事明年再说 好不好 那么他说呢 到目前为止 政府总共拨了四千五百万令吉给拉大 总数呢 比马华多 希望马华不要再咬文厥字了 那么如果问问马华 特别是他们的总会长 魏家祥 会轻易放过林冠英吗 不再炮轰火箭吗 肯定不会 因为拉曼的拨款 让马华掌握了舆论的风向 成功凝聚党内的这个士气 制造出马华或者是拉大 是受害者的形象 火箭可以更好的去处理这个事情 那么希望这个东西 随着钱到了之后 能够尽快的落幕 但是关键重点呢 是不能够比国阵时期更差 不然就对不起 当时支持你的人了 那谢谢你关注今天的主编点新闻 谢谢志峰 明年同样时间一起听懂更多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